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在越南县港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指出 中日是近邻 也是亚洲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中日关系稳定发展 符合双方利益 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明年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双方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 通过坚持不懈努力积累有利条件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 习近平强调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互信 希望日方以更多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 体现中日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共识 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 重大原则问题上 要始终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形式 要以建设性的方式 妥善管控两国存在的分歧 习近平指出 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 新形势下 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 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尽早落地 双方应该继续在文化 媒体青少年等领域加强交流 利用两国相继举办奥运会的机会 开展奥运合作 增强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纽带 安倍晋三表示 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 祝贺习近平主席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 以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继续向前发展 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 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 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深化旅游 文化 青少年等交流 日中将于2020年和2022年 相继举办夏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 日方愿就此同中方开展交流合作 丁薛祥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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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鸟 OR 青少年等 MIKEASTER 有限在打击的关系 陈薇号码链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